银丝病是皮肤科中一类疾病 就是发病人群特别多 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 跟我们的免疫力呀 或者是说一些家族的倾向 很多很多的因素相关 那么但是有一条它是不传染的 它的皮损是由于个体的这种特殊的体质 或者是遗传基因 易感因素 或者是很多很多 目前病因不明确的很多因素引起 但是并不通过接触或者是血液 任何一种形式来传染的 那么在临床中我们经常会有病人有这样的疑问 我这个病因为它的皮损特别难看 往往是红帮临蟹 甚至是放发的 就是基本上从头到足都会有很多这样的皮损 有些家长或者是说家人不太理解的话 就问是不是要把我们的衣服啊 这些时据啊是不是要有所区分 其实这个是大可不必的 就是夫妻之间它都不会互相传染 所以我们总的来说 隐形病它是一个与自身有关系的一个疾病 并不会通过任何一种形式接触啊血液啊呼吸道啊 这种传播来传送给别人的 当然它有一定的家族倾向性啊 这个怎么说呢不是明显的疑传 比如说父与子与母与子之间 不是那种直接的这种啊 这个疑传啊是说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隐形病的发病 那么他可能发病的概率相对其他这种正常家族的话 他会要多一点而已